第四十六章 演出服 换上跳舞的服装 骆小青回到镜子前面等待化妆 一旁的许下就凑了过来 小青啊 你唱歌的时候穿什么 啊 不是有演出服吗 可是唱歌的衣服是要自己准备啊 不要告诉我 你根本就没有准备 骆小青一脸的无奈 他还真的把这事给忘了 你啊 让我说什么好 算了 一会儿彩排结束了 我们抓紧时间出去买一套 嗯 好吧 事情到了现在也没有别的选择 骆小青点了点头 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 所有人也已经准备完成了 哇 是韩君和欧阳晴啊 不远处有人惊呼出声 许下与骆小青转过脸 果然见一男一女正从门口经过 正是知名的娱乐主持人 韩君与欧阳晴 这两位可是主持界的名牌大嘴 不要说是出场费以其高 一般人那可是天价也请不动的 龙子墨果然厉害 连这两个家伙都请过来了 许下一脸的感叹 音乐声响起两个主持人一起走上舞台 彩排正式开始了 许下的舞蹈安排在开场 他立刻就和几个同伴一起奔上台去 开始表演 已经经过这么多天的排列 整个彩排进行得非常有序 身心一下台之后 骆小倩紧随着他上台 看台上 特意过来看彩排的龙子墨 看着他身上的休闲装 只是眉头大皱 怎么回事 坐在他旁边的艾琳也有些意外 这一次只是复赛 公司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唱歌式的服装 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准备的 骆小倩这身衣服明显不是演出服 这丫头不会是忘了准备演出服吧 笨蛋 冷子墨低骂出声 身在灯光下 骆小倩根本就不知道台下有什么人 她只是坐到椅子上 开始心无旁迥地表演着 后台入口处 刚刚走下舞台的神心仪 看着她的手指在琴剑上跳跃移动 目光锁定其中一支琴剑 眼中就闪露出冷芒 骆小倩 你不会赢她 骆看着骆小倩谈完最后一个音符 冷子墨站起身 大步地走出会场 台上骆小倩弯身鞠躬 聚光灯按下去 大灯亮起来 好好 艾琳转起身在台下鼓掌 大家辛苦了 现在工作人员休息一个小时 准备晚上的演出 闲手们可以休息了 艾琳小姐啊 骆小倩急不走下舞台 我能不能和许夏出去一趟 去买一条裙子 我只顾着准备演出了 忘了准备演出服 她不好意思地垂下了脸 你啊 艾琳一笑 然后就向她送过车钥匙 那 开我的车去吧 记得早点回来准备 不用不用 我们打车就行 谢谢你啊 骆小倩忙着拒绝 到了线就跑去后台找许夏 两个小姑娘背上包 匆忙离开了演播室 赶往最近的商场 其他许愿们 有的继续练歌 有的就三三两两地聊天休息 直到吃午饭的时候 骆小倩与喜下还没有回来 吃饭了 工作人员招呼大家去吃饭 沈欣怡看着众人都走出去领盒饭 她就坐在原地没有动 看到四下无人注意 她悄悄地从包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纸包 藏到口袋里 一路小心地走到舞台入口 看几个工作人 正在调整着钢琴旁一个摄像机 她抿了抿唇 到底还是重新退了回来 刚一回到化妆间门口 就见一位快递员 正在向门里张望 你干什么 她心中有气 语气自然也不客气 快递员客气地问 你好 这里有一个骆小倩小姐的快递 请问她在吗 不在 那麻烦您帮忙签收一下行吗 就算是帮我一个忙 沈欣怡不耐烦地看了她一眼 结果快递但何必 看了一眼她手中的大盒子 她灵机一动 当即牵上了洛小倩三个字 快递员也没有细看 只是道了些 就将盒子递给她 转身离开 捧着盒子走进化妆间里 沈欣怡看看手中的盒子 到底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心 迅速拿过刀子 割开上面的胶带 打开盒盖 看到盒中之物 她的眼睛瞬间瞪大了 盒子里是一件白色的小礼服 胸口上手工绰着水晶串珠 下摆是层层叠叠 如雾一样的沙摆 这件小礼服 简直美得像梦一样 看着那件漂亮的小礼服 沈欣怡只是忌妒地轻横出声 随手将盒子丢在洛小倩的位置 去 麻雀就是麻雀 因为穿上这个 就能成公主吗 转身走向门外 她走了两步 又顿住脚步折身回来 随手抓起地上 不知道是谁喝剩下的果汁 毫不客气地 撒在了礼服上 看着被染得不成样子的小礼服 她满意地丢下空瓶子 哼着歌走出了化妆街 公路上 许下看看前面 比蜗牛还要慢的车流 再次看下万上的表 该死的 早不堵晚不堵 这个时候堵什么车 乐小倩手中 提着买回来的新裙子 也是一脸的急色 买衣服吃饭 不过用了两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的路程 他们两个 却已经堵了整整一个小时 依然看着就要四点了 能不着急吗 从钱包里摸出一张钞票 骆小倩禁止送给出租车司机 走 咱们从这里下车 再这样堵下去 只怕两个小时也到不了地方 不过还有三盏地 用脚也走到了 许下和他一起跳下汽车 两个人就一路小跑着冲向了演播厅 一路来到演播厅附近 生怕被门边的记者和歌迷们发现 两个人借着拉低帽子 贴着边儿悄悄地靠近大门 迅速出事的各自的胸卡 就急急地溜进大厅里 气喘吁吁地奔到二楼 走进演播厅 时间已经指向下午五点 演播厅里 工作人员和学员们已经在吃晚饭了 乐小倩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总算没有迟到 是啊 要是这一次迟到了 我真的和你拼命 谢谢你啊 走吧 去吃饭去 两个人领了盒饭 到画中坚持 许下注意到他桌子上的盒子 一块地凑过来 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谁的快递吧 乐小倩扫了一眼盒子上的快递单 看到上面自己的名字 也是露出惊讶的表情 乐小倩 是给我的 不知道是谁送来的呀 啊 我猜一定是你的仰慕者吧 来 让我帮你看看 是什么好东西啊 他笑着打开了盒盖 看到里面的礼服 现实一惊 然后就注意到那上面 还没有干涂的果汁 他脸上的惊喜 一下子就变成了愤怒 这是谁干的 有种 给小倩站出来 一嗓子 惊了一屋子的人 所有人都齐齐地移过目光 看着那条染了果汁 大肆美感的礼服 皆是一眼的茫然 许下划视众人一圈 目光就在吃饭的 神兴仪身上停了下来 神兴仪 是你对不对 神兴仪获得起身 许下 我告诉你啊 这话可不能乱说 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干的 不是你还能是谁 这种缺德事 只有你干得出来 许下将手中的礼盒一摔 人就冲向了神兴仪 小夏 你冷静点 洛小倩急忙站起身 冲过来拦住他 马上就要比赛了 这个时候 他怎么也不能让许下惹事 毕竟 谁也没有看到是怎么回事 只凭推测 神兴仪肯定不会承认的 将许下连拉带拽地拖回椅子 洛小倩看了一眼盒子里的礼服 然后就捧起盒饭 送到许下手上 吃饭 就算是我求求你了 等比赛完了 咱们再说这些事 好不好 许下愤愤地瞪了一眼神兴仪 接过了盒饭 自作孽 不可活 某些人 小心坏事做多了 晚上鬼敲马 有病 神兴仪趴地放下筷子 端着吃掉一半的盒饭 走了出去 众人继续吃饭 洛小倩一边用筷子夹着菜 目光就落在那件礼服裙上 刚才 他已经看过了快递单 上面并没有填写 寄件方的任何消息 这衣服 看上去做工很精致 到底是谁送过来的呢 一个小小的插曲 并没有影响到比赛的进度 时间一点点地推移 工作人员来来回回地奔跑着 忙碌着 每一个选手都无法控制地紧张起来 许夏与洛小倩也不例外 小倩 我好紧张 手都出汗了 你紧张吗 许夏看向洛小倩 你说呢 洛小倩抿了抿唇 虽然并不是第一次上台 可是这样的舞台 她也是第一次 而且还是比赛 谁能不紧张呢 第一组 准备上台 不远处 艾琳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 我去了 加油 洛小倩在她身后说着 转脸 许夏向她比了一个V字 急步走上台去 前期的表演很快结束了 一个短暂的暖场音乐之后 两位主持人也已经走上了台 下面马上就是正式比赛的环节 不过在比赛之前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今晚的评委团究竟是谁 对不对 主持人欧阳请笑着问 请不吝点赞